不是吧,怎么又是这么多炸药桶啊 话说,作者,你确定不是开玩笑的吗 好家伙,居然还凿不掉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一般像这种情况都会给工具让我们通关的 哎,我去,这边箱子里面都是点火器 作者,你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 不过想红烧我的显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嘿嘿,你们看,这后面还有一个箱子 不过这放的也太高了吧 哎呀,这边还有一个开关 好家伙,居然给了一个拆弹手套 看到没,现在凿这些炸弹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呀 糟糕,这边还有一个感压板 为了安全起见,把这边的炸药桶都给凿掉 然后再直接踩着过去 哎,为什么踩着没反应啊 完了,这下面居然还有炸弹 作者,这不是在搞人心态吗 哼,等会到终点拿上神器再好好的找作者算账 第二关,小心下雨 且,不就是下雨吗 我小迷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好家伙,怎么都是激光雨啊 不管了,看我硬着头皮,直接一口气冲过去 好吧,这激光雨伤害这么高 谁能扛得住啊 这边有无线手套 铁枚僵尸和铁桶僵尸 这还用选吗 当然是全部都给拿走了 你们看,每个人物都会有技能 铁桶僵尸的话,可以使头部伤害减少百分之百 嘿嘿,看到没 变成铁桶僵尸 这些激光雨根本奈何不了我的 看我在里面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来,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好吗 然后第三关是真假小表妹 哇塞,这也太多了吧 而且你们看,她的体型也不太一样 这怎么分辨出来她们啊 哎,不对 这边有一个戴眼镜的 给我凉凉吧 我知道了 坐着应该是让我们戴上老花镜来找 嘿嘿,看到没 真假表妹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既然这样 那就把这些冒牌的全部都给干掉吧 好家伙 这关居然还有三个大boss 看我直接变成灭霸 然后用一个响指怎么把它们都给干掉的 不是吧 这灭霸的攻击力也太低了吧 看来非逼我出绝招 这边看我直接用炸药桶 怎么把你们给炸得稀巴烂的 好家伙 这炸药桶怎么也不行啊 那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一找 有没有其他工具 这边给了一个谁光棒 哇塞 直接变成了低价 而且一下有了十万的血量 来吧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小迷的实力 看我直接来一个无影角 哎呀 这也太不扛揍了吧 算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把仙仙给吃了吧 好家伙 好家伙 好家伙